有什么是中国人不能山寨出来的 上至古迹大厦高楼 下至名牌短衣小包 那一切都是手到青睐 包你模仿个唯妙唯小如假包换 而对于中国的建筑商们更是如此 什么1比1美军航母大小的山东水泥航母 什么模仿白宫 但远为奢华的富洋政府大楼 那都数大了 那遍布各地的欧洲风情街们 更是殉惨了风骚 告诉你 他们早已厌倦了山寨西方的部分建筑 要建就建整座城市 于是山寨版的巴黎城 在杭州市郊拔地而起 不仅模仿了巴黎的建筑风格 更是建造了埃菲尔铁塔 香榭地上大街 就连国外的洋伙伴们也都惊呆了 接下来就只等着山谷云集 游客如之声色全马的生活就此上演 可是现实永远是残酷的 大街上没有宝马班驰 有的只是三轮电驴 那乘凉的大业刷墙的小工 想必还不是富豪大款吧 开发商们 现在您最难做出的表情是什么 是这个吗 哪有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